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马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911,大家应该很难忘这个日子 说起911,在小弟读书时 有一天突然看到直播的情况相当惊讶 我猜不到这些事情竟然可以在美国本土发生 当时都是以难以自信的警觉去看 没想过一架客机之后还有一架 相当恐怖,我开始以为是恶搞的节目 早上这些时间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出现 Anyway,时光飞逝已经过了20年 说起美国总统拜登阿富汗撤军这件事 当然被千夫所致 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仓皇撤退 自平民于不顾心之乎 最后连军队都租殃 有13位外国陆战队成员震亡 令人非常发指 整件事包括由领导层到军方高层 都真的要撤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您问拜登大人 拜登大人当然会这样说 逃跑虽然可耻,但有用 所以借助日剧 和大家讲一讲 拜登也是死不认错的 继续觉得超过七成多的美国人民 都觉得不是打,就是走 所以我都要开门 讲一下这些情况 亦都纪念911的情况 我相信911 对美国人来说相当沉痛 尤其是很多民间的仪式 当然拜登作为总统 怎样都要出席仪式 他去了整整三个悼念的仪式 就算是做回少许事 補阿菲 第一个总统出席三个 连续三场 踩三场 对他这个 差不多80岁的老人家来说 都是挺吃力的 但你这样看 他经常都趕时间 要看看Bill 讲三场 不知道他要看多少次Bill 才行 否则附近的人要提醒他 你不要迟到下一场又开始了 不需要担心 他最擅长的应该是逃跑 不需要担心 但当然 911的情况 要很讽刺 亦都这么说 就是拜登 我们觉得另一个情况 就是特利班 当然他们事先张扬 911要见国 有很多不同的见国的仪式 见国的情况等等 最后又真的没有那么夸张 取消了内阁就职典礼 那些搞一大堆花神的事情 就没有搞了 純粹成立了 伊斯兰各国临时政府之后 在911当日 在他们的总统府 升了他们的黑白旗 简单的就是仪式 尽量低调 由他们的代总来 即是升起之旗 然后他们有很多文化委员会 他们亦都去播放这些片段 尽量低调 你看到他们的情况 另外 亦都很过暗地 有300个阿富汗的女性 用着罩袍出席 在街上做一个示威 但那些又不是示威 整件事就是说 他们是留在建设家园 即是支持现在套列班的字眼 当然 Turnout 情况是怎样 大家很难估计 究竟他们是被迫 还是他们自愿 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不过现在 你见法国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他们都主张 尽快被要离开的人 就去离开 法国也说了 他们是不会和塔利班 建立任何关系 拜登说他们要观察 那俄罗斯也应该不会 给予塔利班的机会 所以现在和塔利班最友好的 暂时都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强大的祖国 是否会给强大的支持 亦都说到911的情况之下 其实每个国家的领袖 都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义务去悼念 加上亦都和大家说一说 那个精神的价值 你见到911虎杂事件 20周年的情况 包括Boris Johnson 他也有做一个录影的讲话 你见到在英雷王伊莎巴二世的奥林巴克公园里面 是播放的 他也有说到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的威胁至今仍然存在 即是不会打击了当年的Bingarden之后 便会没有了 不会这样的 不过都没有动摇到自由和民主世界 他们那种信念和价值 也不能透过北约或其他各国的盟国 把他们分化 放弃他们相信的价值 活在恐惧之中 这些也不是现时西方和盟国 以及各大国家的价值 近期在阿富汗的情况 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 要纪念已经离开了的人 珍惜活着的人 你见到Boris Johnson事实上 这番说话都是顾无人心 以及也说 你见到有少少渗透到对拜登的不满 澳洲总理German Morrison 亦向英雄和犧牲者致敬 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 911当日很多救护人员 消防员等等的人 警察等等 为了拯救当中的人员 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见到人性最丑陋和最光辉一面 丑陋大家都明白 但最光辉就是 去保护弱小拯救需要拯救的人 自由是很脆弱 但值得大家去珍惜 澳洲亦会和美国和其他盟友 一起向世界迈向更自由和更好的方向 而且他也觉得 他支持在阿富汗 虽然这二十年的战争 但他们也是坚定地支持 另外 纽西兰那边也有说到总理的情况 纽西兰也有试过 2019年有基督城 他们亦是一个恐袭事件 所以911和他们的基督城共杂事件 似乎都会一致 所以纽西兰也会打击网上恐怖主义 即是对付恐怖主义 即是以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 将极端意识一定要排除在外 当然大家听完各国元首说话之后 有一个挺特别的人 我们叫做George Dabucush 这个人 当然我们先不要论他的智商是如何 或者他做了总统之后 整件事 我们觉得撤离管理国 因为他在任期间 就是911集当时在任总统 所以怎么都要说一下他 911、20周年 George Dabucush 出席了 在宾夕几范尼亚州里的一个纪念活动的时候 有一个讲话 他也有说到美国可能面临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 说到美国面临危险 不只是境外 境内也会有 可能他意思是国内一些暴力的极端分子 但其实他暗指是一些本土主义的萌生 本土主义的萌生是否会令国内的团结精神受到破坏 因为他说到国内的政治分歧不断升温 要重拾团结精神 他说到现在很多时候有些邪恶势力 包括太多政治、太多的愤怒、太多的恐惧、太多的憎恨 美国人自己互相攻击等等 他曾经说过很多东西以斯兰或者其他价值 都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一起包容和融合 大家一听就会觉得这是左胶 你也可以这么说 美国这种政治正确态 其实现在仍然是否有市场值得去售 乔治布殊作为一个老左派 继续去售价是用价值 但你售价还售价 现在仍然是否在社会上仍然接纳 或者觉得这东西是有效呢? 或者说美国国安局 他们在做事是否就跟乔治布殊说的一样呢? 我觉得是相反的 他们会密切注视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一些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信仰的朋友 不论是世界外或国内 他们都会这样做 所以大家会观察 其实乔治布殊是否在说废话呢?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他班级 现在还是继续接载美国国民 或者留在阿富汗一些难民 逃离乔布尔 在9月9日当晚也有接载到200位乘客 去到卡塔尔首都多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觉 卡塔尔在这件事上 滑船力出逢来惊人 一个小国家 但是回家和塔利班的关系 真的非常不常 大家一条线扔下去 卡塔尔又经常被认为 资助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 所以卡塔尔背后是否又有大陆 当然卡塔尔背后的大陆 一定不是沙特阿拉伯 因为他们是答不上嘴的 支持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联盟 也试过背角卡塔尔的领空领海 卡塔尔背后的力量是伊朗 但是伊朗和普通朋友 所以卡塔尔本身自己可能是达到的 卡塔尔也想发挥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在中东是否想令牢骚抵抗阿拉伯联盟 也有这样的机会 借助禁止事件发挥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说起卡塔尔航空公司的波音717的客机 盛载着100至150位的美国人 当然有些国际 其实本身是阿富汗类的人 自己也是有美国籍的情况 其他的西方国家的公民都有 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乌克兰 什么人都会有在里面的 塔尼班也是欠助今次的钱 所以你发觉塔尼班 似乎跟以前不同了很多 他们的沟通上 美国还要赚美有效率和主力 你真的发觉世界真的变得很厉害 英国外相南通文也有感谢卡塔尔的安排 令到他们的英国公民可以顺利 通过这些安全通道 返回去 在卡塔尔航空公司再转机 返回他们的地方 我们也说过 喀布尔国际机场 要慢慢恢复秩序 都需要时间 我想现在国际的人出 就多个入 入到军机或者撤离 所以阿富汗要全面 去建设他们的经济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释放 但是现在说过 这些恐惧的阴影 其实就真的挥之不去 这么说 因为又在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 又有这些集击 又再次出现了 所以这些位置 大家看到 就是无声无声 似乎是属于无人机的集击 无人机 就集击 美国驻伊拉克的基地 都在北部 现在国际机场 美国的基地附近 组集了六次爆炸 三次无伤亡报告 有这些火光浓烟 就是霧气 美国的基地也都响起了这种警告 现在最初应该有三支火箭炮 击中机场附近 后来发现应该是 让杨家装在炸药的无人机 发动在这些攻击 那些机场下温大陆 外面爆炸 那其实就不正确 攻击到美军基地 不过在附近 美军基地 所以其实这种 其实本身是想针对美军基地 但是飞歪了 打了去 即是机场的位置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很难说 不过你看到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基地 其实都是慢慢会被针对 都是今个月以来 第二次针对这些机场的集力 之前早一点 七月都试过 有架无人机空闸 再早一点 今年年头二月初的时候 就有火箭炮攻击 我们各个 之前我们是血的收获者 所以这些位置 你看到恐怖主义的袭击 其实真的无人无知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完 当然得着 我们也要说到 在恒意事事件上 就是那个恐怖 那个伊斯兰国 就是我们说ISIS-K 他们的恐怖襲击 那个情况 就是导致到 有13位美军阻亡 不是其中一位 就是雷兵 就是令大家 是相当之惋惜 就是和看起来 都相当之令人开心 很多列的照片 我不能拿出来 就是大家看上去 就是相当的 就是今次一个 25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的女中士 就是罗斯威尔 就是罗斯威尔 就是困底了 就是困底了她的家乡 美国的麻省 那么很多人 几百人 就在附近 就守候 悼念她的这个情况 就是她当时遇到 之后就剩下家 就剩下家 一个妈 一个梅 那管木 就是黑色灵车 由警方护送 去到殯儀館 那这些路兵 就都会在这儿 那这些路兵 装着她生前的照片 那当然 她被赞扰她的牺牲 和她的英勇 那她也是英雄 就是大家看到 所以就值得大家去自己 但是呢 这些这样 上方 就是我们经常说 就是高层的熔屋 那搞到 就是有这样的 你看到 青年财俊 就围剥捐 她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呢 就是你在那个 那个黑暴热国际机场 又没有 牵手的地方之下 那麽 那麽ISIS机呢 这种 就是帖衫的 炸弹也是相当之可耻的 那但是呢 就是作为美军 最高领导人呢 那就是还要说呢 那这个责任呢 似乎呢 都依然是推了下去 那包括 那不是她的麦克 那她也是在执行的 那七成的人呢 都赞成我切军 那现在你又还我 那我只能这么说呢 就是呢 就是这个世界呢 就是逃跑呢 其实就是没问题的 不过呢 就是逃跑也都不可耻的 我觉得 但是呢 你真的呢 不认数这件事可耻的 就是呢 其实呢 我个人呢 最后呢 都是认为的 拜登 你阿富汗逃跑呢 其实你是不可耻的 但是呢 你不承认自己的错 你真是可耻的 不过这么说呢 最后这种的撤退 当然有用了 是不是首先 美军来拔出这个泥沼呢 那不需要每天呢 再浪费这么多工厂 去打一场呢 其实是没什么特别意义的 但是呢 就是呢 就是将你的军力呢 转移去一些更加有弱的地方 那麽呢 例如呢 要增兵去对付俄罗斯和中国呢 那这个呢 都能够理解啦 但是始终呢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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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何继续呢 就是如何继续呢 那麽呢 就是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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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听啊 那麽呢 你会觉得它的判断 是不是准确你两年内呢 那麽呢 那麽呢 是不会公共改弱 他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好像他的那麽的判断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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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军武器的网友,长期的支持者,我们都真的要继续观察和鞭撻 始终我们作为媒体,虽然我们不是讲这些问题 希望他们会有注意到,世界一种声音是会支持正义,但亦会谴责无耻之徒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911的情况,我这条影片都随时黄标,所以大家支持我们 由金义法都不图不快,大家可以帮忙收席广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订阅我们的patreon频道,40元不用,支持我们坚持用广东话出节目的精神 因为用英文和普通话出节目,收视会高10倍 也没办法,因为小弟真的喜欢广东话,想用广东话做一点点 另外,大家货金可以有恒新金融,payme和转速快 多多亿钱,少少没趣 另外,大家可以comment,like和share 逃跑虽然可似,但有用 大家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好,我们的节目支持Larry,我们在其他社区日房消息里面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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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